东盟日职习军第四棒球鬼龙平大会团队第一分打点 记者罗志鹏社 记者罗志鹏台中报道 今天东盟五六名排名赛 日职习军以2比1击败欧美联队夺第五 明天四强赛在台中洲际球场登场 中午12点钟职联队由黄子鹏先发迎战韩职联队 另一战晚上6点日本社会人队日职东军 欧美联队投手莫蒂森 记者罗志鹏社 此一首居日职习军第四棒球鬼龙平 适时敲安先持得点 二局下川赖晃同样敲一打点 安打七局上欧美联队扳回一分 最终仍以一分差落败 日职习军先发投手及田领头五局被敲二安 标出7K无师分拿下胜头 东盟日职西军胜利投手及田领 记者罗志鹏社 及田是2015年选秀欧力士第五指名选手 今年10月3日一军出登板对火腿 先发二 二局狂师六分通败 生涯唯一一次在一军投球就感受震撼教育 及田表示当时一军先发得到经验和教训 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空间也把一些课题带到东盟 对于此次来台征战收获感到满意 同时今年他带二军投的不错 希望未来能把这样的表现带上一军 打下胜利打点的酒鬼 去年选修阮营第三指名选入被评为攻击心不守 日职西军校头大道点亮表示 这次东盟阮营派来的都是两年以上资历 唯独酒鬼井 一年就是对他有所期待 盼未来成为阮营主战拨手 酒鬼说 这次东盟虽然打击发挥不好 不过东部守被缺点有改善 明年阮营捕手战力较缺乏 希望自己各方面能再加强 往后上一军友好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